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第三个层次要来看 课程发展的层次到底是什么 好到这里休息一下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你不懂的 老师你讲太快了 不是老师你讲这样子太简单了 好 这样的速度可以吗 可以喔 好 那个上课的时候你们要问问题 你们如果会越问问题 老师就知道你们的需求在哪里 我就更能够提供你们最需要的 好 所以有人说教学教学就像撞钟一样 对不对 你要去敲它 大力一点 你们问问题就是撞钟 我就是那个钟 清楚吗 好 你们撞大三眼那个钟才会响 好 好 那个响得越越多 你们就学得越多 学得越好 OK 好 那课程发展有几个层次 那这几个层次是从机构的层面来谈的 我先从第一节讲课程发展的定义 也课程的定义 对不对 课程是从哪边来的 到第二节讲课程发展的定义 课程发展跟设计的关系 到目前讲课程发展的层次 就是课程发展与设计里面很根本的概念 很根本的概念 那第三个关系要讲的是课程发展的层次 它有几个层次 是从整个组织跟机构的程度来谈的 第一个是 我比较建议把它转成课程发展的层级 把它改成层级 那个层次改成层级 国家 课程发展的层级 大概有几个层次 课程发展的层级 第一个层级是国家的层次 第一个层级是地方 第三个层级是学校 再是教师或是教室的层次 那有一小部分是学生的 那这个东西它目前只是在实验的阶段 有些部份也有在做实验 那这四个部分是大家共同接受的 我画 我画实现的部分 OK 好 什么是课程发展的国家层级 国家层级指的是什么 想一想 课程发展的国家层级指的是什么 教育部 很好 教育部发展什么 九零一贯 九零一贯是什么 是政策 对 是什么 在课程里面叫什么 课程什么 课程目标 那是更大的 对不对 OK很好 大家都有在思考 OK 国家层次发展的就是什么 教育部 国家所指的是教育部 然后那个是课程 纲要 很好 刚刚会讲九零一贯课程 对不对 九零一贯课程就是所谓的课程纲要 在 在那个 九零一贯课程之前 叫做课程标准 九零一贯课程变成纲要 刚刚跟标准有一点不一样 是标准是一个刚性的规定 刚要是一个比较soft 比较软的 比较有弹性的用法 那时候在设定的时候 他们本身就有这样的区别 OK 好 所以在国家层级呢 就是教育部 它发展的就是一个全国性的 一个课程纲要 OK 好 那 这个东西呢 在台湾是这样 在法国也是全国性的 也是全国性的 以后你们到四年级 学比较教育的时候 你们会知道各国的课程 你们学比较教育会带到 老师先跟你们有一个简单的概念 那台湾的课程呢 大概是比较倾向于中央集权的课程 法国也是一样 OK 那英国呢 以前是以学校为本位 可是从1988年以后 1988年英国的贝克教育法案 贝克就是以前的那一年的教育部长 他们就走向国定课程 他是英国 OK 那 德国呢 德国他们有一个中央的一个教育的组织 可是在德国里面不同的聚 好 那个聚就类似一个省一个省一个省 在德国的不同的聚里面 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课程 德国是一个很特别的 诶 有人要去德国 有人暑假去德国 去 你来不及了 你回来我们已经课结束了 德国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台湾做教育改革 你就往台湾的课程改革 教育改革走的快不快 这几年 快对不对 那我告诉你们 德国很慢 他们改一个东西可以改20年 而且他们可以允许喔 我的这个聚 跟你那个聚 不一样没关系 大家都试试看 做完然后哪里开会 好 那全部都有共事对不对 可是只要有一个距离 诶 我不章成这样子做 那你可以做你的 然后其他的做这个的 德国的课程改革 他们一个比喻 就好像很多人走在那个队伍里面 有的人走在前面 有人走在中间 有人走在后面 是很正常的 懂吗 他们不会要求用一致的步调 去要求所有的郡 每一个学校都做一样的事 OK 他们可以允许这个东西 OK 好 这是德国 那在我们台湾 或是以台湾为例 整个课程发展的层级 第一个 最大的 最上面的那个层级 是国家的层级 第二个层级 就是地方 对不对 好 地方是县市的层级 县市的层级 县市的层级发展什么 你想想看 九年一贯课程 好像每个县市都要做 对不对 澎湖县可不可以说 我不要做九年一贯 不行 台东说 我是东区 我是厚商 可不可以不要做 不行 在德国可以 在德国是可以的 OK 好 那 可是呢 在地方虽然 九年一贯课程 那个课程刚好是 台湾 各个县市 整个全国空行的 可是地方也可以有自己的课程 比如说 在各个县市里面 有哪些课程 是地方自己发展的 拆 嗯 很好 湘土 还有勒 以前是湘土 课程 现在是湘土 语言 对不对 以前是选 现在是必选 一定要选 一年起就开始修了 好 我们家女人每天在念 我是娘咪 我做爱清庭 我从小剪米兰话长大的 我看那个米兰语课本 我不会念 我要转很久 我才念得出来 世子很清晰 忘了啦 我女儿 她们学米兰语 回来要复习 其实我是很赞成学米兰语的 可是米兰语变成一个 学校课堂的学科 它就不叫母语了 母语是什么 妈妈的话 懂吗 如果母语是要变成一个 学校学科 在学校变成 一个学科正式这样教 那个母语就没有感情了 懂吗 那为什么会现在比较不正常 是因为 在有一段时间 我们都要实行国语的政策 所以大家都 都不会讲母语了 OK 好 那其实母语是一个很美丽的语言 它要做的 那我都觉得 如果大家有这个意识 要去把母语学好 那在学校变成一个学科 应该是一个过渡的阶段 过渡的阶段 OK 那等大家都会了以后 它应该要从学校拿掉 那多过来的时间 我可以去学更多更深的东西 OK 如果我平时就在家学母语 我不用浪费学校两节课 或一节课再学母语 懂吗 懂吗 好 那其他的语言也是一样 原住民的语言也是一样 另外一个议题 不过它很重要 它很重要 我以前是正常方案学校 可是我现在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过渡 它不要长期的 孩子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 而且学母语本来就可以没有压力 现在为什么要变成有压力 而且要考试 很奇怪 很奇怪 OK 好 那现在有一个是香古语言 对不对 以前是香古教材 它是学香古文化跟教材 那现在是香古语言 各界是可以发展自己的香古语言的教材 还有一个是什么 蛤 本会课程是学校 OK 很好 还有什么 艺术 艺术人文 学校还是以学校为主 然后有国家的也有艺术的 也是语言的 哪一科 对 英文 县市层级可以发展自己的香古语言跟英语的课程 甚至各县市的步调也不再一样 比如说台北市很早 五六年前甚至更早 他们从一年级就开始学英文 OK 那台北县是从三年级 然后听说最近要往下延伸 二年级一年级也要 那现在是比较有浅的县市就从一年级 这样子 以前英文是从小五后来降到小三 那可能慢慢的会降到小一 可是刚要的规定好像是中年级才开始 最早是五年级 不过要去查 找一个人去查 那个 那个谁 那个去查一下 碗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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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负责去查 那目前刚要的总纲里面 你去查那个英语课程 从几年级开始 可以吗 下礼拜来跟大家讲 好不好 因为我们下礼拜也要读九年冠课程 好 那限制层级可以发展香古语言跟英语 OK 这是他们的权限在这里 好 那回到学校成级 学校成级的课程发展 可以做什么 诶 很好 本位课程 好 我们在校本课程 学校可以有自己的课程 好 那什么是本位课程 我们在后面的集中 会陆续陆续跟大家谈到底 那这个本位课程是学校自己的特色 学校自己的特色 OK 新竹国小跟阳光国小是可以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学校的愿景是不一样的 OK